它就是看2到3的报酬率是多少 所以也许2到3是负报酬率 所以6000块变成打个9折 这5400 那你就要再放进多少钱 你要放进3600 那这样才会达到9000 这个叫定期定值 定期定值 那定期定股呢 就是每一期买一定股数 比如说我们每个月买一张SPY 其实因为SPY现在价格很高 所以其实可能也不算是一个小的投资 对小资组来讲 SPY现在大概300多块400块左右 所以你每个月买一股 大概就是要花1万多块台币 那如果这个价格越来越贵 你每个月买的钱就要越来越多 但是那如果像最近在跌 每个月买一股 你的成本就越来越少 对 好那你们觉得这三个投资方式 长期来讲谁的报酬率比较高 定期定额 大家在讲可以把成本摊销 对每个月买3000 好所以平均成本好像 感觉是比较低 会吗 其实不一定 因为如果你刚好进去的时候是低点 然后呢 你投资三年 这三年股价都一直在上涨 那你平均成本 其实就是这三年的平均 大概买在中间 它也不一定是最低 而且比较倒霉的是 买了三年之后 它开始往下跌 然后只要跌到平均价以下 你就开始亏损了 所以有些时候有人说 定期定额比较容易赚钱 其实也不一定 你搞不好投资五年 是赔钱的 赔钱的不是 不一定代表这段期间股市 这五年是下跌的 有可能这五年平均其实是上涨 但是你是赔钱的 对 我们可以这样想 好到这样 其实这五年里面 它搞不好涨了20% 但是你的报酬率是负的 为什么 因为你的平均成本可能是在这里 这整个过程到这边 然后这边最高可能有涨了70% 所以你其实也买了很多 很贵的单位输进来 所以平均成本 当然就知道 一定是这整个趋势里面的平均 大概随便抓一个 结果你投资了五年 你不但没有赚到20% 你还是付报酬 原因就是因为 你刚好是在一个上升阶段 才开始买 然后一到下跌的阶段之后 你才想要去卖的时候 其实你会赔钱 那反而是 如果什么时候会赚钱 我会开始买的时候是高点 所以大家不要想 现在很高 定期订额不好 错了 其实很高的时候定期订额才会好 因为你会越买越便宜 但是你要有耐心 对不对 因为我曾经做过一个基金 是从2008年才开始做的 大家知道其实金融海啸大概是 0708的时候 那时候其实股市也蛮动荡的 然后08年之后就开始往下掉 我大概是08年初开始做的 当然09年3月是最低 那当我定期订额一年多 到这个最低点的时候 你看哇 怎么赔了二三十% 即使是定期订额 你也可能赔二三十% 但是其实还好 因为后来他反弹 他大概回到08年的高点 大概是 其实也要需要一段时间 可能到2013年左右 才回到他的高点 就是跟08年的水准差不多 但是我从08年投资到13年 我至少赚了50%以上 原因就是因为 我的平均成本在这边 所以 这个自己要自己去推理一下 就是说 绝对不是大家想象的 就是说现在很高 所以不应该做定期订额 或者现在很低 适合做定期订额 其实没有 如果现在你觉得很低 应该单比投入比较好 对不对 如果你是在09年3月 那时候很低了 你单比投资 你会赚到这么大一波 但是如果你做定期订额 你的平均成本可能在这边 你其实只有赚这个比例 对 你没有赚到这么高的比例 好了 所以这个其实就牵涉到 我们刚刚讲的 要不要做折时 Market Timing 所以 Vedgar做过一篇研究 其实如果根据过去历史资料来看 单比投资 其实超过定期订额 绩的几率是大概六成多 所以我仿定说 定期订额可以摊品成本 什么是比较好的投资方法 其实那个是没有根据的 你要看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做 对 你从稍微高点开始做 然后到低点的时候 你都一直不卖出 然后到后来 比较有创新高 你才获利了解 你一定会赚钱 但是如果你 你是从高点开始做 然后到最低点的时候 才出场 那你就赔很多钱了 对 所以这个基本上 就是 投资的时机还是很重要 但是没有人有办法帮你选择 折时是最困难的 对 像现在 是不是好的投资时机 你问十个人 十个人可能都不一样 但是我跟你讲 其实是好的长期投资的时机 对 你如果做短期投资 你说我只要投资一年 虽然现在股市已经跌了20% 超过20% 但是你只做投资一年 我不会鼓励你下去 做股票的投资 为什么 因为可能会更低 而且它会在低档持续多久 我刚画这个当然是太简单了 你要知道其实有时候 一个股市可以低档 维持五年都有可能 那你要有耐心 那当然金融海啸这个虽然跌得很凶 但是它反弹的其实并不是太慢 但是有可能是跌得很深之后 就在这边低档震荡 你要等很久后面才会上来 你有那个耐心吗 你就是要投资期间长 才会赚得到钱 所以不是说现在低档 就一定是可以去买 要看你是要做多久的投资期间 如果你只做三年内的 我觉得根本就保守而已 但是如果你是要做十年以上的 你根本就不需要去太担心 说现在是高或低了 当然人的这种想法都是 我想要买在比较低点 对 我想要买在低点 那可是你永远不可能知道 什么时候是低点 所以就一直等一直等 然后你就错过了 那与其如此 其实那就是用定期定额 定期定额最少可以克服掉 你的这种猜到底高点低点的 克服那个心理的障碍 它不见得是最好的 因为我刚刚讲 冷尬的研究是单笔投资 打败定期定额的几率其实比较高 但是很多人就是没有办法克服那个说 万一我买在高点 相对高点 你现在去买 也许如果股市再跌个30% 你可以接送吗 不能接送那你就不要用单笔投资 因为会让你睡不着觉 那你就定期定额至少 就算股市再跌30% 你下跌的幅度也不会那么高 可能跌个15% 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投资一定要去了解它的特性 然后可以去做试算 我这边给同学看一个例子 其实我们现在 因为科技发展的关系 网站上其实有很多好的资讯 可以去使用 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个 那个网站叫什么 Mani DJ吧 所以这边它其实可以搜寻ETF 比如说我们看这个SPY 你要知道资产的特性 你基本上就是要去查它的历史资料 所以像这个 这个当然是免费的网站 你可以去查SPY这档ETF的历史资料 它最长可以追溯到1997年 其实SPY是1993就推出 但是它这个网站历史资料还是有限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长期投资当然是股市的报酬率是不错的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长期趋势是向上的 但是它短期的波动其实是蛮大的 对不对 就是这个当然就是金融海啸 你看这个图 感觉好像只有下跌好像没有很多 其实这个是50% 这个下跌是50% 其实它每一个下跌都有可能背后一个事件 可能像这个是欧债危机那个时候 对 这是18年有一个圣诞节那时候其实跌很凶 这是COVID-192020年那个3月 这个也是跌30% 所以你不要看这个 好像感觉没有很大 其实这个都是对很多投资人 都是一个心理的考验 那最近这一波其实也是一样 这一波大概差不多已经超过20% 现在大概可能22%或23% 这也跌蛮多的 但是如果你长期投资 你从这个点到这点 这个点大概价格可能是 挺多三四十块吧 四十块所以十倍 对不对 二十几年嘛 1997到2022年 大概25年 你可以赚十倍以上 但是你中间你就是要 能够怎么样 hold得住了 不然的话你就想 我为什么这个时候没有卖 对不对 很多人就会想 我为什么没有卖 我应该卖的时候再来这边再买 这样我就 可以这边一百多块卖 然后68块再买回来 对 我的持股会变两倍 因为跌了50% 大家都觉得 哎呀我应该这样子 可是你永远做不到 因为这个market timing 哪有人那么厉害 可以卖在最高点 买在最低点 这是不可能的 那个脸书上很多那个骗子 讲的头头是道 根本 听都不用听 那一定是胡扯了 好那我要讲 Money DJ有一个什么很好的功能 你按他这个投资策略 他就有我们刚刚讲那三种方式的 长期投资的绩效 他这个有可以追溯到1993 因为这档ETF是1993 所以如果你是定期定额投资 对不对 你每个月的1号扣款 然后你一个月扣1000块美金 对 然后你投资期间是从 这档ETF发行到最近 2022年9月26号 那定期定额 他的报酬率会怎么样 你就可以按试算 所以其实报酬率是不错的 对 总报酬率是300多% 那年化报酬率其实还好 如果你单笔的话 从期初到期末 你的年化报酬率 大概应该有至少89% 但是定期定额 因为他基本上是越买越贵 这个其实也算是不错 也算是不错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他年化报酬率是这样 然后他下面其实有画 你的投资组合的成长的图 就是这条蓝色的线 然后红色的线 就是你累积投资的成本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有时候我投资了十几年 是负报酬率 你从1993年投资到 2009年金融海啸的那个谷底 定期定了16年 1993到200916年 居然是负报酬率 因为蓝色的线跑到成本的下面 你会不会看到被他穿透了 你说这样的话 多少投资人会受得了 这是长期投资 而且是定期定额 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现象 就我刚刚讲的 因为你其实平均成本 并不像你想象中的低 你整个趋势在向上的时候 你其实越买越贵 然后又下来又上去 平均成本其实也是缓缓的在上升 然后如果碰到一个大跌 因为跌了50% 这个地方跟这个成本 其实是赚了一倍以上 对赚了一倍 可是这一边跌了50几% 结果反而你变成倒赔 对 所以 定期定额 其实是有这样的风险 但是如果你1993年就单笔投资 然后投资到2009年 你是正报酬率 而且你可能是赚一倍以上 但是你定期定额却是赔钱 我觉得这个图其实也非常有意义 就是你可以从这个图的发展 你可以去了解说 定期定额并不像你想象中 你可能投资很多年还是赔钱 其实这个点也是赔钱 这个点是什么时候 .com bubble 在2000年初的时候 美国有发生过 只要是挂一个网路股 那个公司股价就飙涨 所以那段期间 巴菲特的绩效是特别差 因为他不投资这种东西 他就说这种东西都是虚的 对没有什么业绩 我只要把我的公司名字改一个 就是我是网路的公司 对 不管是卖什么狗飼料的 对 乱七八糟的 结果市值就很高 所以这波修正也是很大 所以其实它也是到了复报酬率 你投资了 这可能还不到1993到2002 这个差不多是大康的最低点 投资了快10年 其实也是复报酬率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定期定值呢 就我刚讲的 定期定值的成本可能是负的哦 你说是负的 你来看一下这个图很好玩对不对 这个其实没办法算报酬率了 你每个月投资 不是投资1000块 是我投资组合每经过一期就增加1000块 就像我刚刚黑板画的对 第一个月1000块 第二个月20003000对 所以呢 你投资了二十几年 三百多期 所以你的投资组合 你希望它这样直线成长 对 到了三百多期 它就是三十几万 所以这个是你投资组合 价值上升的幅度 为什么是直线 因为这是你控制的啊 对 我要让我的投资组合价值 每一期都是增加1000块 1000块这样 你的成本呢 刚开始是正的 但是为什么后面会变幅的 结果我投资了二十几年 我的投资组合价值是 三十几万美金 我的成本是负19万多 为什么会这样 来 你们想想看 为什么会是成本是负的 因为你早期买了很多便宜的 单位数啊 所以定期定值来讲的话 因为我只是让我的价值 维持在我要的那个水准嘛 那所以呢 我前期如果很便宜的时候 买了很多单位数 其实光那些单位数 就已经价值就远远超过这个了 如果你有一个后视镜 可以知道说未来会 不是后视镜 有一个那个什么 Crystal Ball 就是水晶球 知道S&P500这二十几年会 涨得很高 对 涨十倍以上 那你一开始当然就要买很多啊 对 然后后面就一直卖一直卖 所以他这个成本会变富的 就是因为你一直卖 对 你前期当然 就是有在买一直买一展 你的成本一直在增加 对 但是到某一个时间点之后 其实你就是一直卖 那这个股市一直在上升 股市上升看不到 应该要看下面那个图 对 你就可以对照这个图啊 这边一路上去 那这个成本就越来越低啊 因为你从这边 这个大概对一下 一直上去 上去的时候 你不需要持有那么多单位数嘛 就可以达到你设定的那个目标的价值 所以这一路再往上走的时候 你就一直卖一直卖 对 那当然这个下跌的时候 你就要买回一些单位数 所以这边成本就会上去 对 但是上去还是负成本 所以这样看起来 是定期定值比较好吗 其实也不一定 因为你累积到期末的财富数 只有32万多 对 那可是如果你做 定期定额呢 它报酬率比较低 但是你20几年之后 你累积的财富是多少 100多万美金 160几万 所以你要选哪一个 当然这个定期定额是 你一直持续有放钱进去 对 那所以你累积的财富比较多 你的成本也比较高 对 这个是 你的成本甚至可能变成负的 如果投资期间很长 很有机会是变成负的 但是你累积到期末的财富 其实会比较低 这没有什么一定谁比较好 就是看你 你的喜欢的style 好 那再来就是定期定股 定期定股就是我刚刚讲的 你每个月买固定的股数 比如说你每个月买10股 对 好 所以你的价值 当然基本上也是一路在上升 但是就碰到市场下跌会下跌 对 这个的报酬率呢 年化报酬率其实比定期定额差 所以如果我们要比说 定期定额跟定期定股来比的话 确实定期定额的平均成本是比较低的 所以它的投资绩效其实是会比较好一点 刚刚定期定额的年化报酬率大概5点多 这个只有3.8几 他们的期末财富大概接近 刚刚是160几万 这170几万 好 但是但是我要再强调一下 每一个资产都不一样 所以 你如果要做研究的话 你就是要把每一类资产都去试算看看 对 我这边再举一个杠杆型的资产给你看 其实杠杆型的资产真的是风险很高 但是如果你做长期投资呢 可不可以做 不一定 为什么叫不一定 因为你要看这一类资产 长期是向上的趋势或是向下 如果你刚好抓对 它的报酬率是可以非常非常高 会吓死你 我来给你看一下 专门做杠杆型的ETF是哪一家 就是这一家 这个direction这一家 那个张教授 张教授我提醒一下 你先好像没有分享出来 那个荧幕的画面 因为我刚刚是框那个 对不好意思 你要提醒我 对对对 实在是不太会用 你等我一下 因为我刚刚分享的是这一个 那我现在分享另外一个 分享全荧幕之类的 其实我真的不太会用 不好意思 那个明翰在吗 明翰在那边吗 你你会用吗 帮我试一下 可以 可以 我应该会用的 那我剛剛錄影的會中斷是不是 應該是沒有中斷 但是有一段時間就是 有聽的聲音沒看音 不過你的那個白板那些是都OK的 只是說螢幕沒有分享出來而已 就螢幕的份沒有弄出來 那我剛剛的那個 這個你看得到嗎 現在 錄影好像 畫面好像還沒有出來 你有看到我這個網頁的資料嗎 網頁的資料 現在沒有 奇怪 聊天人員 剛剛還有現場的攝影機 現在連攝影機都沒看到 這個也沒有嗎 對喔 你有按那個分享嗎 因為要保留中 可是它有框紅色的那個 有框紅色出來是不是 我再看一次 那個 我還沒有 那 通話是都可以嗎 對不對 我們都互相 但是 怎麼今天這個 我用我的手機看一下 明漢看得到嗎 這邊我有看到人員的圖案 但是沒有分享畫面是不是 好像感覺是沒有分享畫面 有嗎還是 沒有看得到嗎 這邊看不到 他寫一個讀取的那個 好我們先休息一下好了 好不好 那這個來 我們現在把這個技術問題解決一下 有了現在有了 有了真的 現在有了 理財王這個 到底這個系統是出了什麼問題 理財王 好那等於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再繼續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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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休息一下 我這個PPT裡面為什麼會有你的圖案呢 你說什麼PPT 有我的圖案啊 因為我 我好像是同時開的那個叫做 同時開你網路上的那個PPT 你有開 所以你也是授課教師被我加進來 所以你就可以編輯它嗎 是不是 我倒是沒在編輯 我只是把它打開而已 打開就會 就會秀出來就對了 真的嗎 你那邊有秀出我 我都不知道 有有有 這個PPT 你分享畫面看看 我看我看到是怎樣 因為有些時候大概也不知道 有啊有 這邊我 有啊有 編輯 編輯 對 因為我是把它開開起來 放在旁邊看 但是 所以是我有開起來 它就叫做有在編輯嗎 這個我倒是不知道 有可能 這個我倒是不知道 檢視 他有一個鍵是什麼 編輯跟檢視 我現在如果弄在檢視的時候 好像 你現在是不是就看不到 對對對 對 對 現在好像就沒有 對 所以它有一個那個 編輯 它還是有 你開啟這個檔案 喔 還是有開啟 對 因為我是開起來放在旁邊看這樣 對對對 ok 這樣就是可以那個 前面後面這樣子 ok 好 那我先把它停止錄影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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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